大家好,歡迎收看城市論壇,我是蘇敬恒 上星期也是新界東立法會選舉的補選 一星期很快就過了 以16萬票贏了的公民黨楊岳橋已經進新議會 還見證版權修訂條例如何在拉布之下作罷 未參與旺角騷亂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在補選中獲得6萬多票 雖然輸了,但就說香港政局已經進入三分天下的局面 不會在9月立法會選舉與泛民協調 旺角騷亂前一個星期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就提出雷動計劃 希望非建制陣營在9月協調出選,爭取立法會過半議席 經過旺角騷亂和新東補選之後 面對本土勢力的興起,雷動計劃還行不行得通呢? 今天的題目就是 新東補選,本土平地一聲雷 9月混戰,協調泛民,枕起動 今天就有四位台上嘉賓 戴教授就提出雷動計劃 在開始之前,不如先給教授簡單講講這個計劃的內容 好嗎? 好啊,那個計劃的目標就是給非建制派 當中包括了泛民激進的龍溫和兩翼 以及本土派加起來 能夠可以在立法會2016的選舉 是拿到一半的立法會議席的 而雷動計劃裏面可能可以包括了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由上而下的過程 就是先由泛民政黨 根據在各個選區裏面所得的選票 可以參考2012的選舉 亦都可以參考了剛剛的新東選舉 大概我們可以有幾多百分比的選票 然後定出了一個最佳的參選名單的數目 然後用一個初選機制去分配參選名額 然後再去指引選民如何去平均把選票分給不同的名單 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過程 另一個就是由下而上的過程 就是我們在五個選區裏面 可以招聚到大概希望有一萬名的選民 大家一起承諾就會做一個策略性投票 在選舉日當天 我們可以看著投票的走勢 而去到最後的時間 但是呢 譬如去到投票日當天的七點以後 然後再決定怎樣將那個票去投 從而是令到一些泛民主派的邊緣名單 就是說剛剛可能有機會當選 但是又可能差一點點的名單 是拿到這個議席的機會是增加 那大體就是一個這樣的目標 好 教授有一個問題 想問問就是 你說想招攬一至兩萬個關鍵票 怎樣招攬怎樣操作 還有我想大家最關心選民就是 最關心的是 好像有些剝奪了大家選擇的權利 怎樣解釋 這個是選民自己的選擇 就是說我們在香港 我們這一種 其實都是一種很扭曲的選舉制度之下 我們希望有 不需要很多 如果我們在每個選區裡面有 一萬或者兩萬的選民 他們明白到我們這次投票的目的就是 透過一個策略性投票 他們自己去選擇 然後希望可以把制度反而是 可以回復正常一點的 而怎樣去做呢 其實可以先在每一個選區裡面 我們全國有五個選區 每個選區裡面可能有一班的義工 他們自己首先建立一個團隊 然後慢慢的去招聚 直到九月的時候 招聚到有過萬的人 是承諾 他會是跟這個 大家一起 談出來的 投票意向來投票 然後最後就是 到剛才說的 在選舉當天 最後幾個小時 就先去做投票 好,鄭松塔 是不是有意見 對我們來說 我們絕對不認同 戴耀廷這個雷動計劃 因為你聽到他剛剛 整個解述裡面的過程 他完全沒有提及 這個計劃的理念 是什麼 香港的政制之所以扭曲 扭曲的地方是 我們的泛民主派 他們的老正是想著議席 所以雷動計劃 對我來說 是一個泛民 分飯票的遊戲 繼續分飯票 讓他們在議會裡面 繼續打這一份工作 但是對我們來說 為什麼我們會經常 將一句話掛在口邊 選民的選票 是神聖的選票 神聖的地方是 因為每一個選民 他們投下的一票 是投理念 投論述 投立場 而不是投議席 所以對我們來說 就是 今次戴耀廷提出這個雷動計劃 只不過是泛民再次去分餅 分飯票的計劃 而我們熱血公民 普洛政作院 和香港復興會 我們提出的就是 五區公投 全民制憲的計劃 我們入議會 就是要辭職 變相公投 還發一個香港人 能夠選擇未來的機會 我們就要製造一個選擇未來的機會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說 我們是會協調的 但是我們就不會和戴耀廷 不會和泛民協調 因為我們是不會為議席而相同 我們是為理念而相同 多謝 這個計劃都不需要本土派協調 如果本土派能夠協調 也是好的 我擔心本土派自己協調 剛才你一開場第一句 你已經包了本土派 在所謂非建制派在內 我可能很多人聽到 什麼叫非建制派的時候 都一頭沒水 我只是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非建制派的背後有什麼理念 理念是什麼 就是反建制 希望帶來一種改變 這種改變當然是可以 像你所說的 可能是用一個辭職公投的方式來帶來改變 亦都可以透過在議會裡面 我們直接拿到一半的議席的時候 我們已經可以把所有 我們不贊成的 由建制派提出來的 或者由特區政要提出來的 議案、政策來否決它 其實我相信 現在以香港現時的氣氛 市民是對於立法會 最多我們的議員 是能夠有三分一的否決權 我們泛民有三分一的否決權 是對這個環境 他們表示失望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 是怎樣給一些泛民的支持者 怎樣給他們有一個希望 有一個願景 能夠在立法會裡面 爭取到最多的議席 現在其實我們票是多 但是議席是少的 這個困局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所以其實在較早之前 其實公民黨都有說 先協調這個超級區議會 其實我們民協都有一個建議 就是我們覺得 只是協調這個超級區議會 是沒有用的 只有一個議席 或者幾個議席 是沒有用的 我們是希望全港 就是我們這麼多個五區裡面的直選議席 都一起去協調 這樣才能夠做到最大的效果 好 我問一下林卓廷 剛才 鄭松泰就說是分飯票 你覺得是不是 我是不太明白 鄭松泰的邏輯 就是泛民主派協調 就是分飯票 他協調就是為你唸 我覺得是一個雙重標準 其實教授的原意很清楚 是希望在立法會裡面 盡量擴大到支持民主的聲音 我認為這個計劃的目標是應該支持的 因為這個立法會現在 是完全扭曲民意 希望可以透過民主派的協調 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 可以爭取到最多的議席 去抗衡建制派 去制衡政府 這個是向市民負責 就不是鄭松泰所說的 就是分飯票這些抹黑的言論 對於我來說 這一番說出在民主黨的大耀廷口中 其實是有點詫異的 為什麼我們會說是分飯票呢 就是因為民主黨之所以 是受到我們香港人的唾棄 我希望你不要侮辱曾經支持我們的選民 包括我自己 對我來說 就是民主黨為什麼現在不受到別人的支持 因為是兩句說話 第一 民主黨2010年的時候買香港 進入中聯辦密室談判 第二 民主黨從來都是沒有用 沒有用的地方是因為 你們是會支持 破壞香港最基本的公民制度 幫這個新移民去私下覆核 單程證 縱緩的七年審批權 就是一招沒有了 香港從來就是因為你們沒有公民權 我想問幾位 對不起 我必須回應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呢 2010年的政改 我們很清楚跟市民解釋我們的理念 為什麼我們要支持一個過渡的方案 我們希望可以保持住 2017年雙普選的承諾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是這個很遺憾 中央政府是欺騙我們香港人 我們是跟各位市民一起 一起繼續去爭取這個普選 至於你說其他的官司 不是我們民主黨去打的 你不要在這裡抹黑了 好 我有幾個問題 想問一下台上幾位 我想問一下台上幾位嘉賓的 就是鄭松泰 學者蔡子強就說 現在激進組織不斷增加 在比例代表制之下 隨時會同歸於盡 即所謂攬炒 你怎麼看 我不會同意這個看法 因為第一件事我相信 香港人是很清晰的 我們現在的立法會 是有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 這個前提在這裡 也是因為有這件事 我們是先要一直追求 一個廢除功能組別 和香港真普選 也是為什麼 我們是一直提倡的 就是要辭職變相公投 為什麼剛才大教授說 就是如果更多法民進去 就可以改變制度 你也回答不到大教授 但是我想跟大教授講一個 很簡單的道理 如果你說是講到議事規則 那個分組點票那麼造謠的話 2011年的時候 公民黨有五位議員 他們就不會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去限制議員 特別抗爭議員的權利 你看回的現實 看回的背景 不是現在拿出來些什麼 香港人就會聽上去的語言 我很清晰告訴大家 這個雷洞計劃 背後沒有任何理念可言 而我們是有理念的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公投正義的計劃 其實在整個香港的民主政制的慢進裡面 我覺得本土的力量的興起 未必是一件壞事 也都如果他們能夠做到你們說的話 你贏到五席 然後你辭職公投 我覺得其實跟我們整個計劃 沒有一個矛盾在這裡 如果你做到的話 但是我只是擔心 就是說 當本文前 在新東的選舉裡面 拿了六萬六票之後 就似乎你們跟他沒有什麼協調之下 你們就提出了 每一區都會派人出來參選的時候 我擔心就真的好像 但是你搞清楚 我們不是不協調 我們是不跟你們協調 我是不跟你們協調 因為你是沒有理念 如果你做到的話 我非常樂見你們的成果 我們是會協調的 因為我們是為理念而相同 謝謝幾位嘉賓 這個世界只有你有理念 我覺得很奇怪 我首先回應了 正如泰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理念的問題 我想現在很清楚在香港 去爭取一個制度的改變 其實已經有兩條路線 一條的就是 我想民主黨和民協 或者其他的泛民政黨 都會支持的 一個叫做非暴力的抗爭路線 我們爭取的就是 一個民主的改革 但是同一時間 就是一個勇武的路線 他們希望帶來 他們提出的一個 全民制興的方式 如果從其他的地方 去抗爭的經驗 其實兩條路線的 同時間的存在 其實是反而可以令到 那個餅是造大的 所以其實我們大家之間 並非存在一個 你死我活的關係 其實是一個 是可以在策略性合作的關係 但是是否一起協調 可能未必需要 至於林卓寧 剛才提到的 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必然要去 想辦法去處理的 其實整個由下而上的計劃 主要是參考了加拿大 他們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一起投票的運動 其實他們的制度有些不同 他們是單值單票制 我們是比例代表制 但是精神也是一樣的 在他們的經驗裡面 他們透過民調 以及在每一個選區裡面 他們有一些義工 跟貼著那個選情 然後他們最後作出一個推薦 結果是他們在29個邊緣的選區裡面 他們取得25到26個 都是成功可以 將現任的保守黨的員 踢走了 這些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可能要結合香港的情況 從而去設計一個 符合香港的選情的一種做法 但是如果理念上是大家認同的話 如果有足夠的數量的選民是認同的話 我想這些技術問題 就不是解決不了 我想問林卓廷 民主黨好像對這個計劃有很多疑問 其實會不會是 因為純粹是覺得 跟想參選的那些所謂乳鴿交代不了 第二梯隊交代不了 純粹是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民主黨過去幾年 黨內自己都有試過分名單出選 而黨內的操作都是困難重重的 所以我們很明白 怎樣可以改變選民投票的意向 這是非常不容易操作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教授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技術的問題 一定要跟市民和各個政黨去解釋到 才容易去達成這個計劃 好,莫嘉賢 現在其實困局就是 我們怎樣去將一些政團不同的政黨 在泛民的組織裡面去集結這個力量 去抗衡這個建制派 這個其實我相信 是我們所有民主派裡面 要做的大前提的目的 而不要說 現在我們看到泛民的支持者 就看到我們泛民一盤散沙 碎片化 各有各的論述 我們希望真的能夠集結這個力量 首先由我們的政黨 開始放下自己個人的利益 我們政黨的利益 然後之後 一起做一個雷動計劃的協調 好,我想問莫嘉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小的政黨 例如民協 很大機會可能會被犧牲 那你又怎樣跟你的黨 又或者你的支持者交代 如果叫你不要選 那你怎樣跟他們說 現在我們的困局就是 我們要去抗衡 我們抗衡哪一個 我們不是抗衡自己有 你明顯是抗衡 抗衡大耀程 哪怕我們真的協調的過程裡 我們要作出少少的犧牲 少少的讓步 這一點 但是我們有個大前提 就是看到我們要去目標 去做些什麼 我們就要抗衡良振英 我想呢 我想呢 剛剛呢 大耀廷和大家聽到很多唐兒王子的說話 但實際上 為什麼泛民是一盤散沙 亦都是漸漸遠離群眾 說到底的就是說 其實你沒有看到一些政黨 他們有示威者走出來捍衛我們香港的時候 用一些方法 用我們身體力行 甚至犯想被冒風險的時候 第一個走出來割席和譴責示威的就是民主黨 就是民主黨走出來譴責示威者 你說 如果大耀廷 剛才說的那兩條路 有沒有抗爭 又或者議會議事 能夠 是好像他很理想這樣說 能夠真的進行的話 我覺得 香港是有錢 但是問題的就是說 現在在議會裡面那幫泛民主派 他們就是和建制派統一口徑 每次有事 無論在議會內外 都是走出來譴責在議會內部抗爭的人 在議會外面的抗爭者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 你們是為了派系而搞雷動計劃 好 林卓廷 各位香港的市民 我們香港的社會 是有一條文明的底線 我們這麼久 是堅持一種非暴力的抗爭方式 在香港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大的成果 我不敢說 我們可以爭取到民主的政制 我們真的很遺憾 但是我們另一方面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是可以和大家市民一起去抵抗23條的立法 去令到董建華政府最終下台 去令到國教等等的議題 政府是要取消了它 我想和大家市民說 這個文明的底線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我們放棄了這條文明的底線 大家鬥用暴力 剛才鄭松泰所說的 用它所謂的方法 其實那個方法 我認為已經超越了 那個文明的底線 如果扔磚頭這樣去襲擊對方 無論是警察 扔向示威者 林卓廷現在警察來開槍 你是不是說黑警開槍是有道理的 警察是向天開槍的 是不是警察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人民 是合乎倫理的 合乎法制的 你說一句就行了 對不起 當時的環境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 有警察倒地 有人用卡板扔向他那裡 如果鄭先生在地上有卡板扔向你 這是致命的 我不認為應該這樣對待其他的香港市民 後面自由黨的朋友幫你拍手掌 各位市民 我們香港如果放棄了這條文明的底線 大家鬥用暴力的話 以暴亦暴 香港是不堪設想的 大家要記住 現在全世界最大的暴力政權是誰 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們和他鬥暴力 是不是香港人的福祉呢 我想問鄭松泰 其實本土和泛民 是否一定要互相排斥 互不相用 或者本土可不可以 和理非加本土 其實可不可以 對於我們來說 重點不是究竟是甚麼排系 這一點絕對不是 選民投下他們神聖的一票 是投他們的理念 政綱和立場 我們今次的 五區公投全民制的計劃 就是希望告訴香港人 我們沒有時間再挫脫下去 我們沒有再十幾年來 等泛民主派在議會裡面 他們坐在那裡 就不動地去抗爭 他們的抗爭 口頭說非暴力 實際上後面那部分 完全沒有做過 沒有做過抗爭的一部分 所以 但是這二十三條的立法 其實政治光譜是很闊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告訴香港人 香港的市民 我們今次這一個 公投制憲的計劃 公投制憲 你告訴我 我想問鄭松泰 我給其他人說 給其他人說說好不好 鄭松泰 我想問鄭松泰 你是不是說 一進到議會 五個區立刻辭職 你說清楚給市民聽聽 我們進到議會 我們是立刻會辭職 莫嘉賢 但是我想問 其實香港裏面 泛民主派支持者 都有很多不同的立場 政治光譜是很闊的 有人是支持溫和 有人是支持激進的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又不反過來 去尊重一下一些溫和的 泛民的支持者呢 你正在問我嗎 其實我想問大教授一個問題 戴耀廷過去做了很多的方法 就是譬如622 有搞一個完全沒有法律 那你也要回答我才行 你問大教授 我現在希望用大教授的口 去回答你的問題 電子公投 當時戴耀廷 622的電子公投 當時622的電子公投 戴耀廷說這個是香港人 能夠透過我們的方法 去創造未來的方法 當時電子公投 他會認為他是能夠支持 最文明的方法 今天我們是透過他去辭職公投 為什麼你會認為我們這一套 你不支持 那你為什麼看 支持溫和派的法民的支持者呢 公投的一票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溫和的 這是全香港人最理性的方法 我一直都說 剛剛我也說了 我不是反對你們在做的事情 你能夠拿到五席 進去 你承諾了 現在對著公眾說了 就說你們會辭職 包括了那五位參選的議員 一些候選人會辭職的話 大家看著 你們辭職 然後搞一個公投 我樂見其成 看看你們可以帶來什麼改變 不過我有一點點的憂慮就是 會不會熱血公民現在 是壟斷著本土派的聲音呢 本土派裡面是不是個個都認為 要用這種方式呢 這個我希望熱血公民向回 本土派的支持者 有一個很好的交代就是 為什麼他沒有去徵詢其他本土派的組織 支持本土派的市民的意見 就已經提出了這個計劃呢 這個符不符合他們自己所說的民主精神呢 新東補選 梁天琦拿六萬六票 對於我自己來說 其實當時我相信很多人 是對於暴政的不滿 對於暴政的怒號 所以六萬六票 但是接下來的立法會選舉 我們不能夠再被動下去 我們希望就是化被動為主動 我們希望設定一個能夠選擇和改變香港的未來的議題 因此我們提出五區公投全民制限 這個計劃的話 如果你說問我和雷動計劃相比 第一我們的理念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全民公投 透過港人公決的方法 是還發一個最基本 最大的公約數 最理性的方法 香港人能夠去選擇自己的香港 迫使政府重啟政改方案 修改基本法 但另一方面的就是 對我來說 除了剛才說的那個理念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之所以會希望能夠推動到公投制限 但要停一停的雷動計劃 希望泛民能夠團結一致 我相信在現實的環境 泛民國懷鬼胎的情況下 他們為了分飯票是不會這樣做 但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辭職公投的 我們是進去辭職的 是希望大家 香港人 有一個能夠決定未來的議題 的設計 可以問一個問題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其實可以各自修行 你有你做有他做 都不用互相攻擊 是不是鄭松泰 如果是這樣的話 過去的就不會出現這麼多 凡民主派 尤其是民主黨 他們是迅速各自的情況 所以 當街頭上面有抗爭者 是冒著血 冒著子彈去抗爭的時候 我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號稱 泛民主派的最大黨 是會比建制派 比民建人走出來 是第一時間譴責示威者 大家看到當日那個暴力的行為 是已經過了我們香港人 接受的文明底線 一切這些情況 一切這些情況 是源於暴政 官迫民反 這四個字 其實很容易理解 這個話題已經講過 剛才讓莫嘉賢回應一下 其實我覺得 政治光譜 都在說是很闊的 我也樂見其成的 如果你們做大到個餅 是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一起去有個共同的敵人 一起去做大個餅 我們是樂見的 但其實有些朋友 在台下剛才也有問到 究竟我們一些 所謂的傳統泛民 有些什麼出路呢 其實大家都見到 我們是應該盡快去建立一個 一個非暴力的 一個本土的新論述 這個本土的新論述 未必說真的說一個 暴力的論述 而是說 我們是怎樣把一個本土的經濟 本土的一些文化 加起來結合這個 現在都抬頭的公民社會 集結在一起 大家是怎樣 民間和議會裡面 一起去結合 去抗衡中央政府 這個是我相信 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最重要做的事情 我想問問四位 就是現在 本土的勢力興起 不少都是年輕的支持者 最後在最後一節 都想問問幾位 怎樣可以爭取年輕人的支持 我想最重要的是 一條路線清晰的確立 剛才莫加仁說得很好的 就是說 我們跟勇武路線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仍然相信 非暴力抗爭這個路線 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一條抗爭路線 讓我們要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共 我們能夠可以用更長的時間 去跟它對行 能夠我們可以最大機會 去爭取改變 而怎樣實際在在爭取改變呢 就是透過在立法會裡面 我們拿到一半議席 我們拿到一半議席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拉布 不需要再去搶佔主席台 因為任何由政府提出來的法案 政策建議都會被否決 這個就產生了壓力了 另外幾位 我相信 最重要的是 剛才大教授所說 立到我們 立法會裡面 一個半議席 我們泛民 就能夠改變議會的生態 也都能夠 把我們所有的 爺爺都要就範了 即是我們議會裡面不下 所以我們認為 希望能夠1加1 是要大過2 這個目標 是我們要確認 這個能夠去走的一個方向 我之前講過 我們民主黨是香港的民主黨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 我們民主黨是必須要 站在香港人的利益立場角度 去思考香港的未來 去看香港的政策 其實現在香港 討論的所有政策 九成九 都是講本土的問題 無論是政制 經濟 社會等等 都是香港的問題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大家 就算有意見上的不同 都不要用一些互相攻擊 抹黑的方法 去打擊對手 去爭奪選票 我覺得這樣是在破壞整個抵抗建制的力量 好 鄭松泰 對我來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泛民主派 為什麼是一個扭曲的制度 是因為太多 會向抗爭者抹黑 甚至督灰行為一些政黨 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要能夠去捍衛到我們香港民主的話 第一的前提是 大家不能夠忘記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理念是一個香港人自決的理念 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的熱血公民 普羅政治學院 和復興會 我們是會提出一個 香港五區公投 衝投制憲的計劃 也是這樣 希望透過我們辭職公投的方法 能夠令到香港人 每人能夠運用你們手上的一票 去決定香港的未來 好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設計的議題 有幾位朋友都還想發言 最後這兩分鐘給大家盡量精簡 後面鄺俊宇 哇 幸好給得起 很簡單 我覺得可以不認同梁天琦的理念 但不得不承認去打出一場很漂亮的選戰 我想問戴教授 這個雷動計劃 如果不是計政黨 是計世代呢 有些沒什麼背份的年輕人要去參選 這個計劃能不能夠包括他呢 另外我想問到台上所有嘉賓 當如果協調結果出現了 例如 那個區的票數只能夠 低一席 鄭松泰 你不能夠排柔韻正第二呢 跟其他嘉賓一樣 如果你的協調結果低一席 可不可以說服陳雲 可以排梁天琦後面呢 好 要求大家大局遺中 投給七號 不要投給六號 但事實上就是 到底這些泛民主派 比起這些本土派 有什麼優勝之處呢 你又說不出 經常說要大局遺中 說到尾 你只是想求議席 好 麻煩 跟著是後面大眼鏡 各位先生 其實雷動計劃呢 就是要協調所有非建制派 集中票員就是打這個建制派 其實自由黨有沒有想過過來我們這邊呢 其實中央已經放棄了你 你又反梁振英 不如加入我們一起反建制 是不是還好 好 還有40秒 我想說一下 念月曾先生的一個評論 就說其實雷動計劃呢 應該是等一些新的政黨 可以放到一些議席之後 才可以再談 因為他們暫時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支持者 戴教授怎麼看呢 最後30秒 我想在整個計劃裡面 若果也都配入香港的政制發展 若果能夠有更多的年輕人走出來 一起去參選 其實是有利於我們做大的病 即是現在不是最佳的時機 我覺得不可以說不是最佳的時機 我們需要一起談 一起協調 好